大家晚上好 今天又是周四了 非常感谢大家晚上听我们的网课 最近的这个市场比以前要好一点了 所以说大家的这个亏损可能都在相应的减少 或者是已经有人可以开始赚钱了 黑天鹅事件之后呢 我们也是总在反思啊 在这样的一个市场面前呢 我们虽然知道市场会出现巨大的一个波幅 但是尤其是石油方面啊 我们没有想到的就是一个呢 是价格期货价格的波动 达到了夸张的一个附属 另外呢就是现货的一个合约会变被更换 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是我们都没有预料到的 所以说在金融市场上 如果我们选择的金融产品 并不是我们过去非常熟悉的 那么大家呢所投入的资金呢 就要适量啊 不要说是all in 在一个单一的产品上 另外呢就是在对一个产品不太了解的时候呢 一定要多问 这样的话也会都使我们去跟这个我们的投行 去交涉 这样的话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更公平的交易环境 所以说呢市场方面 我们能做的就是给大家一个比较稳定的服务和这个报价 那么除此之外市场本身的一个波动呢 大家在经历了三到四年的一个交易时长之后 都会有一些成长 因为很多人呢在澳洲啊 或者是刚移民来澳洲不久 那么之前在国内没有接触到 像这个期货 外汇这样的一些金融投资产品 那么在现在的话 我们开始接触的话 那大家就要做好一个是交学费的准备 但是不要交太多 大家要有一个底线 第二个呢就是交了学费要成长啊 不是不能说我们天天就是瞎做 那么在今年的话 我本人亏损也非常的严重 这个大家也都知道了 但是除了市油啊 其他的话准确率还是比较高的 相信大家也看到了这个澳元对新西兰的纽币啊 已经是到1.06几 1.07附近了 所有的多单呢 全部都是赚钱的 第二个呢 就是我之前一直推荐的几个股票啊 像这个APX 那么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这个价格呢 目前已经是日线图啊 日线图从最低的16块多 17块多啊 是15块多最低点 在三月中的时候啊 三月初大概是15块钱 现在呢 已经涨到了28块钱啊 基本上是翻倍了 并且呢 已经创出了疫情前的新高 疫情前的话 在2月13号的价格呢 是27块钱 今天最高已经是涨到了29块4 已经是突破了疫情前啊 达到了哪一天的高点呢 竟然达到了去年8月份的一个高点啊 在今年一整年来讲的话 APX这只股票也没有让大家失望 我也跟大家说啊 这家股票是我一直啊 是非常看重的 还有一家叫NNN 那么表现也是不错的 这两只呢 也是我重仓持有的 APX本身呢 优势非常明显 现金非常充沛 澳洲最大的AI 啊 我们说这个未来的世界 都是IT啊 或者是技术人员 或者是人工智能 那么咱们投的话 就要投一家 有人工智能研发能力的 并且现金非常充沛的啊 他每年能赚几千万 甚至商议澳币的现金 这样的公司 我们没有理由不投他 那么在20块钱以下的时候啊 有很多人问 我也在这个广播中 多次说到APX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他呢 是最终是一个微型反转 除此之外呢 银行股大家买了很多 但是银行股我也多次说了 它是一个L型的走势啊 就是一个大线的L 那这个L呢 就是先跌下来 然后横盘 长期横盘 涨不上去 如果大家觉得 我可以拿银行股两年三年啊 那没有问题 我们现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买 那么如果是大家觉得啊 银行股呢 最近面临一个关键的风险 是什么呢 就是债务问题 啊 我们我一直在强调 大家不能碰债务 但是谁碰了呢 银行都碰了债务 对吧 中小企业如果想要融资借钱啊 那么负债的话 必须要跟银行借钱 所以说呢 银行手里的这个雷啊 炸弹是最多的啊 一旦炸弹炸药炸了之后呢 那么银行的股价会再次下跌 所以说现在的银行股价 L型横盘啊 就是最好的一个表现了 所以它不可能是大幅的上涨 如果是未来真的央行 能够合理的解决中小企业 负债的问题 破产的问题啊 破产之后还能还钱 有人还银行的钱 那么银行的股价才能够 真正的得到大资金的一个吸引 注意力啊 现在的话 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很现实 另外呢 一个啊 斜杠型的一个走势呢 就是这个Fly Center这种公司 也跟大家说了 尽量不要抄底这种股票 为什么呢 是因为它这个门市店啊 那么多啊 大街小巷 Morban City 那么多它的门店 每天都要交房租啊 每天都要养员工 并且线下的这种旅行啊 这种旅行社啊 未来呢 都是不吃香的 成本太高了 它又没有什么科技含量 对吧 又不生产制造 结果呢 还有这么大的一个重资产啊 就是房租成本和人员员员工成本 那么现在 它面临的竞争也非常多啊 大家都是网上啊 包括华人就是携程啊 去哪啊 对吧 去哪网 去订一些机票啊 订一些行程 那么旅行社呢 大的旅行社啊 我认识一家 名字我就不说了 是咱们澳洲华人最大的啊 整个全澳应该说是最大的 还一年的销售额 营业额是多少钱呢啊 是好的时候能达到4000多万澳币的 营业额 4000多万澳币啊 因为他的这个老板呢 也是山东人 跟我是半个老乡啊 所以说比较熟 4000多万澳币的 我觉得哇 很了不起 对不对 这么大的 华人能做到这么大的规模 大家猜一下 他赚钱才能赚多少啊 他的净利润 有的时候连100万澳币都不到啊 这个这个下 大家就看明白了是吧 就是旅行行业 旅行社行业 他的营业额虽然很大 但是呢 他的净利润率低的 极其极其的可怜啊 就1% 1%左右 2% 就这样的一个规模水平 那么大家做金融的 或者做这个方畅开发的 就会啊 笑话他啊 说这个搞实业的 不如搞金融和地产的 那么事实上也是这样的啊 所以每个行业 大家看到的 就是说一定要了解 他背后的盈利能力啊 以及他面临的一个竞争环境 那么对他来讲的话 他现在在悉尼的很多门店 就要就已经关掉了 对吧 本来就不赚钱 是一个维持 那么吸引流量的 那么现在门店吸引流量的一个作用就没有了 所以呢 就全部转于线上了 那么这就是旅行社啊 或者旅游业面临了一个极大的问题 那么以后呢 旅行社和旅游业呢 也是要定制化的服务 对吧 大家不会千篇一律 什么啊 澳洲比方说墨尔本长青 对吧 啊 就是现在大家看啊 去大洋路啊 40块钱 38块钱 36块钱啊 一天往返 这么便宜的钱 怎么赚钱啊 所以说呢 啊 高度竞争的一个低门槛的行业呢 不是我们作为长期投资者需要关注的 所以大家抄底就不要抄这种股票 那么这个呢 就是斜杠型 所以大家要记得 V型反转 就是APX这种股票 NAN这种股票 还有一些像RMD这种股票 那么这些呢 都是能够做到V型反转的 那么L型呢 就像银行股 像这个矿业股票 必合必拓 那么给大家再看一下 虽然我还没看啊 因为我不太喜欢矿业 现在 BHP 现在30块9毛钱 不知道表现如何 那么这种股票呢 就是一个传统的L型 大家看一下啊 基本上这个图画的有点失真呢 但是大家能看出来啊 应该就是一个L型 对吧 我们看这个黑压压的这根线 一直压着它上不去啊 从最高点40块跌到了这个256块 然后呢 一直横盘 现在在30块钱 三月份横盘了一整个月 都没有涨上去 所以呢 我都不用看 我就知道它的走势肯定是这样的 L型的股票走势 为什么会走出这样的形态呢 就是未来经济衰退 是一个长周期的事情 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中小企业面临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 那么企业也好 国家也好 钱都是在减少 就是可用资金是减少的 除非上现在一样 国家和央行都在印钱 所以说呢 矿业也是一样的 面临跟银行同样的问题 就是没有人买货了 一旦没有人买货了 你的矿山囤在家里 对吧 家里有矿也没用啊 你总不能一直往后传宗接代用啊 所以说呢 没有现金流的一个兑换 那么矿企呢 运营支出成本也是比较高的 但为什么铁矿石价格不跌呢 这个呢 还是要得利于啊 毕合毕托和利托 以及啊 这个澳洲另一家FMG啊 这几家大的矿业公司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现在人工啊 非常少 以前呢 挖矿都是靠人挖啊 年薪十几万 幸亏没去去学挖矿 对吧 不然的话 等学完挖矿了啊 我们拿到了offer14万的年薪啊 结果哎 被开除了啊 被炒鱿鱼了 因为呢 他们现在都用了人工智能 或者用了这个机器开采 对吧 我们知道啊 这个FMG整条火路 火路铁轨这个运输线啊 他的火车可能只有一个人啊 或者两个人在操纵 都不需要任何的人 那么下矿山的话 可能整个设备 只有几个维修员和监督员啊 剩下的一个工人都没有 那么这个呢 就是西澳和这个矿山的一个问题 那么西澳的房价也一直在跌啊 最近也跌的不得了 幸亏大家没在西澳住啊 西澳我认识的华人啊 因为没有投资渠道嘛 只能买房子 那么买多少年跌多少年 买多少亏多少啊 因为他的西澳的人口呢 是一个流出型的人口 在建矿山的时候 建这个技术设施的时候呢 人是往里涌的 对吧 建完之后这些人就撤了 像我之前说过的 你维护只需要一个人 但是你开工的时候 可能需要100个人 那么这个就是巨大的一个反差 所以说呢 这些大家要明白背后的一个逻辑啊 那么股票投资啊 我们在澳洲海外投资比较简单 只要大家啊 用自己的常识和生活经验去判断 基本上就不会差的太多 啊 然后我们就回过来看今天的网课内容 啊 这个风险提示还是要有的 金融风这个金融市场始终是有风险 相信大家现在也是知道了 那么我们每一次也是不 不停的在提示啊 不像这个某些机构啊 就说这个赚钱很容易 对吧 就肯定没有问题 这种呢 我们是不会说的 大家一定要心里记住啊 咱们的本金啊 赚到都不容易 来澳洲啊 或者是在国内赚到的 哪怕是贪污贪来的 那也是高风险的本金收益 对吧 他贪了那么多 他也冒那么大的风险 所以说呢 我们要一视同仁啊 不管咱们的钱啊 只要不是犯罪来的 那大家还是要合理的啊 爱惜一下自己的本金 那么做金融呢 也是最讨厌亏钱的啊 因为你亏了50%啊 相当于是要赚100% 才能把亏损的钱赚回来 那么我们呢 也是成立于98年啊 最近啊 大家有很多人问到 我们的石油报价 石油报价呢 我们是跟这个澳洲啊 一些公司 包括CMCA 是英国上市公司啊 是同样的一个报价 那么其他国家的公司呢 像Tikmel 是这个英国的一家 比较大的公司 另外呢 还有一些投行 像瑞士啊 瑞士这边的投行啊 瑞士银行和瑞幸银行这些 那么他们的报价呢 还有investing.com 都是跟我们一样的石油报价 所以呢 在选择石油报价的时候呢 购买的是没有选择权的啊 我们不是一级的投行啊 大家要记得啊 在全世界大的投行面前 我们都是韭菜啊 所以说呢 没有办法 我也把我很多的石油的这个投资啊 给割掉了啊 亏损非常严重啊 基本上这个老婆本都没了 这个非常惨 所以呢 大家 相比于中国的这个啊 只剩百分之十几二十啊 这个保重金要好很多啊 中国银行也是发布消息了 说赔偿百分之二十的这个保重金 那么除此之外呢 股票啊和外汇黄金方面啊 我们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啊 因为这个一个是我问了几家券商啊 股票的这个啊 融资成本 那么基本上最低啊 是在百分之四啊 高一点的话 高达百分之八百分之十几 那我们是百分之二点六 做澳洲的股票非常低啊 所以说呢 像买银行股 我就希望能用一点这个杠杆 用个两倍三倍 那么大家要合理的去利用 现有的这些优势啊 包括做空啊 机制和这个杠杆机制 那么外汇方面呢 我们的点查 加上这个返佣啊 各种活动啊 现在应该算是全澳最便宜的啊 没有之一 应该是全澳最便宜的 那么黄金方面的话 现在呢 也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啊 就是不是最便宜的 也是排在前二的 那么指数的话 应该也是最便宜的之一了啊 所以呢 产品方面的话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 把我们最大的利润让给大家啊 让大家哪怕你交易的时候啊 亏钱了 那在手艺费上少亏一点 少提 少给我们赚一点 就是说大家能节省一些 那么 98年到现在啊 所以说基本上还是以品牌为主 那么 还有一个事情啊 最近有很多冒充我们公司的 那么澳洲 那个我们就不说了 因为 大家受骗的概率比较低 因为都知道我们天天听广播和看这个网课什么的 那么中国如果大家有朋友啊 在中国遇见GOMICE或者高惠啊 呃 我们从来没有APP啊 现在有一个骗局啊 就是呃 他会在微信上晒单啊 说赚钱赚钱了 然后呢 让大家去下一个APP 那么上面写的是GOMICE 或者写的我们中文名叫高惠 让大家去下载 那么这些呢 都是骗人的啊 目前我们已经发现了几十起 已经成为群体性实现了 我们已经向国内的公安报案了 立案了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明白啊 呃 任何时候呢 我们要多想一下啊 我们去做理财也好 我们去投资也好啊 多查多问啊 包括大家一开始刚来的新移民对GOMICE不认可的 那么大家去查啊 去查这个证监会的牌照 去查金融监管 大家一定要做这些工作啊 不是说大家就是基于对我个人 或者基于对这个MIC个人的一些信任 那么大家去投公司本身 大家要做好啊这些合规的调研 这是一个基本必须要做的事情 最基本的事情 那么大家去以后或者咱们的子女啊 孩子以后去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样的 一定要让他养成一个习惯性 不要轻易的相信任何人啊 所有的我们合规性的东西都是能够在官方公开公开的媒体 或者是公开的网站上查到所有的信息啊 另外呢 再强调一下 大家投墨尔本和细腻某些资产管理公司的时候 一定要谨慎 有可能本金全回不来 另外呢 很多像这个一些平台提供代课理财 全部违法啊 都是违法的 还有呢 签订保本协议的 在澳洲是不认可的 但凡公司情势和我们投资者签订的保本协议 一旦公司破产 钱是追不回来的啊 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 所以说呢 如果有不确定的事情呢 一定要去问啊 咨询律师也好 咨询会计师也好 一定要咨询专业的人士啊 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那么最近确实出现了很多这样的现象 我们盯着啊 我们就是想赚点钱 赚点零花钱 结果别人盯着我们的本金 对于这种人的话 我们一旦发现了 希望大家呢 一定要公开出来 也可以告诉我们啊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媒体的渠道 让更多的华人知道 那么 现在呢 我们就进入正题了啊 就是讲宏观的一个经济 那么之后呢 还会有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些技术分析啊 因为大家可能很多人觉得技术分析容易看到钱宏观分析啊 这个东西人云亦云的啊 但是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嘛 这个图呢 看着还是比较容易看懂的啊 它就是一个两个V型 那么第一个V型是在08年之后啊 第二个V型的是2020年 这个呢 就是PMI 我们一直强调 大家看的就是 现在大家都知道啊 很聪明大家 一个看失业率 对吧 这个是经济复苏的一个关键指标 第二个呢 就是PMI啊 就是制造业指数 或者叫服务业指数啊 就是这两个指标 是比较重要的 那么制造业也好 服务也好呢 它如果能够做到V型反转 那么股市就是真正的能够回暖 那么经济也是真正的就开始恢复了 我们看到的是 淡黄色是啊 新兴国家 也就是中国这种国家呢 已经开始复苏了啊 我们看到最后边 又最后边是一个黄色的 已经V型反转了 但是红颜色或者是橙红色啊 它还在下跌 这个呢 是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目前的下跌是没有底的 为什么呢 原因是有两个 第一个呢 是本来啊 它的这个制造业 现在呢 就不是那么发达啊 像欧洲 我们除了想到汽车还有什么啊 还有奢侈品 对吧 那还有什么 没有什么了 那么也就德国还有点制造业的实力 其他国家像意大利啊 全是这个旅游业啊 西班牙对吧 它已经没有制造业了 所以它如果是经济受到了打压之后啊 制造业公司破产了 对吧 假设假设咱们假设西班牙一共有100家制造业 比较大的制造业 那么这次疫情之后倒了20家或者倒了30家 那么剩下的20家呢 半死不活的啊 那么一半的制造业呢 它在疫情之后就基本上恢复不过来了 那么之后啊 它就更没有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了啊 所以说呢 发达国家目前的一个处境就是恢复起来特别难 包括咱们澳洲这个霍顿早就已经撤出了嘛啊 唯一的一个澳洲本土的制造商啊 所以说呢 百年品牌都没了 那么就是目前发达国家制造业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认为这次的经济情况呢 并不会好转的太快 那么在股票市场上 大家去投股票的时候啊 制造业还有跟那些跟车有关的啊 或者跟生产制造啊 机械类有关的 还是不能碰啊 每次都强调一下啊 大家千万别看着股价低的啊 很低了就去抄底 就像fly center一样啊 一直在底 那别人都微型反转了 都翻了一倍或者赚了50% 像afterpay对吧 轻资产的公司从最低10块钱不到 短短的几个星期涨到了40块钱 有人问能不能到50啊 这个都说不准的啊 因为afterpay我不做它 是因为它背后的资本啊 太雄厚了 它背后呢 涉及了美国的资本 中国的资本 澳洲的资本 这几大资本方呢 是互相对着玩啊 所以说呢 afterpay我是不碰的 但是呢 就是这一类轻资产 它没有什么重资产负债的公司 股价是非常容易暴涨的啊 那么我们其实为了做股票啊 做投资外汇 就是为了赚点钱吗 那大家一定要去买这种 有潜力的 有暴涨可能性的 咱们的财富才能增加 你光买那种 我们知道生意不好的啊 大家都知道生意不好的 那么不是不能破产啊 像好多好多公司 现在都开始申请破产了啊 所以说呢 没有大机构愿意现在进来 抄底那些公司的股票 我们一定要跟着大玩家 大玩家现在是做什么呢 就是去买现金充沛啊 或者是没有重资产负债的 这种公司 那么07年和08年啊 这个金融危机在左边啊 它是有一个缺口 就是说GDP呢 每年我们国家政府都保持一个稳定的增长啊 他要创造出的这种繁荣的景象 这呢 这个呢 就是央行和国家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啊 就是我们知道的经济周期呢 是有涨有跌 有涨有跌 但是呢 央行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把下跌的这个这一段给取消或者给补上去啊 或者给延后啊 这个呢 就是他们政府做的事情 所以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先跌下来 然后呢啊 又补回去了 那么这一次呢 呃 根据这个报告啊 这个报告是黑石集团写的 黑石呢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家机构啊 也是世界上能排进前十的顶级的投行机构啊 黑石 那么是一个微型反转 所以呢 我们对今年的一个在经济和资本领域啊 不用特别恐慌啊 我们看到的是因为疫情特殊原因导致了他的反弹会快于07年08年自然的一个回转 这是他认为在资本领域的啊 这个GDP呃 带来的 那么理由呢 是因为宏观啊 就是如果是经济正常恢复的话 他会很缓慢 但是呢 在这个阶段 大家通过金融资本创造出来的财富啊 现在美国呢 第一大服务业 金融行业赚了钱不比 啊 制造业少 所以说呢 大家投金融是有道理的 就是因为他是能赚钱的 那么美国人民呢 靠前两天啊 收割全世界人民的这个石油 对吧 又赚了几百亿美金啊 赚得非常开心 所以说呢 在 以金融业为支持的这个GDP占比会逐步提高啊 所以说呢 我们看到GDP恢复的很快 但会不是制造业恢复的快啊 要区分就是金融行业以第三服务产业为代表的啊 是这个包括互联网IT啊 AI人工智能 金融啊 线上的这些东西是带动新的这个经济的反弹 并且会加速反弹 像zoom 这家公司啊 像我买了一些中国的游戏公司啊 像腾讯 阿里巴巴这些公司 那么未来的增长速度都会比之前要快 因为呢 传统的线下零售被干死了啊 那么剩的人呢 那就会有更大的市场 对吧 所以说呢 原来的蛋糕就这么大 结果呢 有一半的玩家挂掉了啊 线下的全部被挂 这个受疫情影响 受到了严重的一个损失 那么之后疫情恢复过来了 他们呢 只能是残喘 对吧 慢慢的去恢复 而互联网线上呢 因为保留了在疫情之间 他们依旧是获得了巨大的流量 那么他们手上有大量的现金之后呢 就会加速扩张 在商业模式上 他会置对手于死地 他不会给对方有喘息之地的 所以说呢 在疫情期间受到利空的 严重挫败的一些企业呢 在疫情之后不会好转 因为他的竞争对手会借势啊 步步相逼 这是在商业领域上 我们都看过三体啊 就是说人类军舰在海外啊 在这个宇宙间啊 如果是碰到另一个文明 第一反应并不是跟他交往啊 这个就是说创造这个和平的一些友好环节 而是直接开战 以歼灭对方为目标 因为我们不能明确对方啊 到底是有具体怎样的一个意图 所以呢 沟通成本是非常大的 这个呢 就是三体的黑暗森林法则 那么在商业领域也是同样适用的 所以呢 如果疫情期间受利空的股票 坚决不能抄底啊 不管跌到什么价格 那么为真啊 几块钱几毛钱几分钱破产 那么这种案例呢 以后还会很多 这个呢 就是这幅图呢 就是central bank 就是央行的一个政策性的利率 我们看到了 在19年的时候啊 包括美联储呢 一直都在提高利率 对吧 提高最高到2.5 那个时候呢 大家想一下19年下半年 股市开始有所下跌 大家都觉得加息不利于经济 因为大家都习惯了 什么习惯呢 就是没钱了 跟政府要 跟洋行要 出事了 跟政府说 对吧 企业经营不下去了 怎么办 跟政府说 政府怎么办 印钱降低利率 成为了一种习惯 就像我们小孩 跟咱们家长要糖吃 不给 只要你前两次给了 后面只要不给就完蛋 有一个小小纪录片 就是 呃 有一个 呃 我们就讲 有一个假设 有一个乞丐好了 你每天去给他10块钱 奥币花 那么你坚持了半年 当某一天 你突然不给他10块钱的时候呢 他反而会埋怨你啊 说你以前都给我 每天都给我 那么为什么从今天以后不给我 对吧 你就扰乱他生活的一个节奏 和生活的预期 所以说呢 他就会生出不满的情绪 那目前的企业家 都是被宠坏的孩子 我们知道中国很多企业 都是过剩产能 对吧 产能过剩 这个词呢 已经是持续了好多年 好多年 以前是采电 家电 后来是手机 产能过剩等等 没有办法 因为这些企业 他不愿意倒闭 地方政府也不愿意 让这些企业倒闭 为什么呢 因为倒闭了 我们知道中国的厂子 一个厂可能少则几百人 多则几千人 对吧 那如果是倒闭了 很简单 对企业老板没什么影响 我破产清算了 我也不需要还债 我把优质资产 转移成个人资产 这个我们都很擅长 中国人尤其擅长 转移成个人资产之后呢 破产了 那几千员工失业了 那么造成严重的一个社会问题 这就造成了一个什么现象呢 就是企业主啊 不停的去把优质资产 转为个人资产 然后呢 拿廉价的一个企业资产 去打包成优质资产 然后跟银行去要地 要贷款 要政策 我就预见过很多企业主啊 当然是已经移民来澳洲了 他们怎么做呢 他们比方说 我要开一个学校啊 我要开一个医院 我要怎么样 我去跟政府拿地 拿的地很便宜 那么学校啊 随便进来之后呢 周围的地啊 全部就囤起来 做这个商业的地产开发 和住宅地产开发 都是以这样的一个形式来赚钱的 那么这外面的外围的这些地呢 就全部打包啊 给自己的个人公司了 而集团公司呢 以一个什么样的 可公司的一个形式啊 去再跟银行去做贷款 就等等这样的一些资本置换的形式 所以呢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所有被养坏的企业主 相当于是变相绑架了央行 就是大而不倒啊 你也他也不算大 他只能说是倒闭了之后呢 他会有大量的失业人口来要挟政府 而政府呢 作为一个社会稳定的工具啊 他的首要责任就是降低失业率 只有大家都有工作了 天天都有电视剧看了 天天都能看韩剧 都能看中国的这肥皂剧 那么他们就不会抱怨政府无能 就不会天天关注 目前为什么这个政策要这样制定 就不会天天闲的没事干 大家天天对吧 朝九晚五上班 然后呢 中国九九六 现在九九七也好 九十七也好 那么一天二四小时 十几个小时上班 大家谁有心思去考虑自己的人生问题 考虑社会问题啊 没有 但凡考虑这种问题的人 都是闲的没事干 对吧 大家像大家一样 有钱了 来到澳洲移民 没事干 天天闲在家里 看新闻 那么看来看去 结果发现网上骂中国政府的比较多 那么就会产生不一样 跟以前我们出国之前 不一样的一个观点 或者是更为全面的一个观点 就说这样的一个现象是很客观的 所以呢 在目前的一个经济环境中 我们要清晰认识到 就是所有的大的玩家 上面是政府中间呢 中间中边是企业家 企业主 那么他们是雇人的老板 那么再往下呢 是什么呢 是这个精英阶层再往下呢 就是普通员工 以及基层的普通人 普通人 那么这样的一个金字塔形式呢 永远都是目前人类社会结构的一个根本 我们总说这个政治平等 经济平等 它的平等本身呢 是打破不了这种结构的 所以说在这种结构体系里面 我们要知道的 就是最上面的人最怕什么 那么怎么样能避免啊 那企业家就了解到政府怕什么 所以呢 他就变相的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来之换掉 所以说呢 这种现象一时半会儿也抵消不了 那么目前呢 为了救市政府会不择手段的去降息也好 或者是印钞也好 这就是我们最终兜底的人永远都是央行啊 那么央行钱是从哪来呢 他凭空制造出来的 对吧 那凭空制造出来的钱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呢 世界上的原来的生产的物料就这么多 大家身上的资产或者是东西就这么多 那么现在呢 原来就是一块钱啊 这么现在多了两块钱 那变成三块钱的一个市场 那你的东西当然要贬值了 这个简单的道理大家每个人都懂 那么究竟什么时候贬值 先从哪一个价格 哪一个产品开始贬值呢 首先贬值的呢 就是大家都愿意去承认的东西 也就是说你如果是炒作一个啊 不知名的公司啊 或者某一个股票没有用的 没有人跟那你出不来 那你去炒黄金有没有人跟 有人跟啊 所以你要炒一个有知名度的 大家公认的说 哎我把钱换成这个要安全一些 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产品啊 那还有什么呢 啊是农业 对不对 那如果是我能让农产品的价格翻译位啊 这个有什么问题呢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假设啊 现在一斤小麦是一块钱呢 你翻一倍才两块钱 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讲 是看不出这个区别的啊 我相信大家天天去超市买菜的时候 已经明确的明显发现 这个菜价或者物价已经上涨了 但是呢 对我们生活啊 尤其华人生活 没有什么根本性质的影响 但是呢 我们从利润率来讲的话 如果以前这些企业的利润率是20% 那么当价格上涨一倍的时候 它的利润率是多少 120% 直接翻了一倍多 所以说呢 未来一定不要小看这种靠规模靠量 并且呢是每天的一个日用消消费品 它每天都赚多赚一倍钱 那么10天20天之后 它的这个多赚的钱就会大幅上升啊 就是两类 第一类呢 是大家都认可了一些投资标的和资产啊 包括这个黄金啊 说白了就是要有最后一个接飞刀的人 我们自己用样就是击鼓传花的游戏嘛 啊 现在我们都说央行呢 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庞氏骗局 不管他是不是这就是社会的游戏规则 我们就要找大家公认的 比如说我们先进入这个市场呢 保证唯一的条件就是之后还会有人去进入这个市场 以更高的价格接我们手里的盘 那我们就是赚到的 这就是游戏规则 所以说呢 一定要找全世界都公认的东西 第二个呢 就是要找什么呢 找全世界必须要用的东西啊 大家可以不穿衣服啊 不是不穿衣服 不买新衣服 不用新的手机啊 但是呢 必须要吃饭 吃粮食 古物类的这些东西 那么面粉类的 而他们的生产是有一定周期 我们知道房子为什么贵 因为他有生产周期啊 他有建地成本 那么农产品为什么没有 农产品为什么价格涨不上去 他同样的 他的种植周期非常长 对吧 你小麦或者是一年两割啊 一年四割 这是顶天顶天的农作物 是一年四次收割 大部分的农产品的 都是一年收割两次啊 或者一年收割一次 这样长的一个周期 为什么价格涨不上去 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主要呢 还是政府强制的一个控制了 而在未来呢 如果是没有办法强制控制了 他有天灾对吧 还有人祸 那么这些都能够影响 农作物的一个生长 和最终的一个产量 现在呢 很多国家啊 已经是在缩减产量了 而这个目前受到啊 粮食危机的国家 已经是有44个了 啊 那么在2020年3月份啊 44国家目前已经受到了 严重的一个粮食短缺情况 全世界一共有多少个国家 大家知道吗 啊 200多个 基本上呢 大家算一下 已经是有五分之一的国家 五分之一的国家呀 啊 受到了严重的粮食危机 需要外部援助啊 这个就是需要外部援援助 就是非常危险了 我们看到了这个中非共和国 肯尼亚 索马里 津巴布韦啊 这些这些国家经常在这个中国 我小时候中国广播 这个中央电视台 这个新闻联播啊 新闻联播好久不听都忘了 就是经常出现这些名字啊 那么还有一些啊 叫钢果共和国对吧 主要是以非洲国家 尼尼利亚这些为主 那么迈克隆啊 克迈隆啊 钢果啊 几内亚 利比里亚 利比亚这些啊 还有马达加斯加啊 那么所有的这些 还有苏丹啊 我们看到他后面写的非常的具体啊 粮价高整啊 有三十八三十四点八万人 处于严重粮食不安全 这个 那么这个是八百五百八十万啊 那么一月呢 又四十二点六万人受洪灾影响 就是说的非常详细啊 大家自己可以关注一下 这个网站就是世界粮食的这个官方网站 那么还有亚洲国家呢 是这个啊 也门啊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我第一次知道朝鲜的全称是这么长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粮食消费水平低下 膳食多样性欠缺啊 这个是目前朝鲜的一个状况 另外呢 这幅报告 这个报告是三月份 我相信在未来的六月份呢 还会增加更多啊 缅甸伊拉克巴基斯坦这些呢 都是存在严重的一个粮食短缺啊 那么所以呢 这个问题啊 依旧很严重 那么我们作为投资者来讲的话 我们有这个优势啊 就在全世界寻找优质的粮食类的股票 啊 粮食为什么我不建议大家去买期货呢 啊 因为我们是做投资的 那么就像我在三月份的时候 不会做空澳洲股票和股市一样啊 就不会大量做空 因为我觉得在人类大的灾难面前 我们是希望帮他们去改善 那么如果我们去以股东的形式 或者是我们以杠杆的形式啊 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 我们去投了这个粮食公司的股票 那么我们对这些公司呢 是一个支持 现金上的支持 或者股价信心上的支持对吧 有了支持之后呢 他们就会发展扩张啊 那么创造出更多的粮食来给更多的人去使用啊 这是一个好的事情 那么买粮食期货呢 就像石油期货一样 对吧 那我这些钱呢 没有留到石油生产商手里 对吧 我们没有去买石油的公司的股票啊 我也不建议大家去买 因为容易倒闭破产 所以呢 你会发现 哎 期货的价格是可以被严重操作的 因为操纵的 因为里面的投机者实在太多了 如果我们真正的想做一个啊 情善积德的 情善积德的人的话 那我们就要去投粮食类的股票 这个是比较好的啊 所以说呢 要分清投资标的 石油方面呢 我们就不能投公司了 但是呢 粮食方面 我们是可以投公司的 澳洲呢 有四大粮食公司啊 大家可以去自己查一下 或者呢 是等下周啊 我们给大家出一些报告啊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这个呢 是GNC的股价 我们看到他的股价呢 其实呢 没有太涨 对吧 但是也没有太跌 这个呢 为什么是一根阴线下来呢 是因为他分拆了啊 这个一股拆两股 所以说呢 这个这个线不是他下跌的线 而是他分股的线啊 就是 所以呢 我们就看后半段就行了 从这个 呃 三月底开始到现在呢 股价基本上一直是在三块多徘徊啊 三块钱左右徘徊 所以说呢 目前包括成交量上来看的话 没有太大的一个资金进场啊 而未来呢 我们依旧是可以关注啊 就是没有涨是最好的啊 就是我们当知道了觉得这个机会还不错啊 那我们就要看一下 那么这个呢 是他的财报啊 之后呢 会给大家讲一下啊 今天呢 就不讲了啊 因为这个财报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啊 我们看到这个金灿灿的都是粮食非常好 所以说作为投资者来讲的话 我们应该去关注这些啊 另外呢 就是既然讲到了澳洲的股票 那我们就多说一下啊 就是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表 那么最后面这一列呢 啊 我标出黄色的字体 就是下跌幅度啊 这个是4月29号截止 从2月21号到4月29号截止的一个股价变化图 那么下跌80%的公司呢 是澳洲最大的娱乐公司啊 下跌另外一个81%的是webjet webwebjet 就是那个在线旅行社啊 国际航空航班服务的这些 再往下跌了78%的呢 是这个啊 叫alj 它是有什么呢 有主题公园和景点 对吧 白浪世界这些 这个还有天空亮望台啊 就是实体的景点 我们知道这个布里斯班啊 哪里都有到处的这种主题 主题公园啊 那么他的公司股价跌了78% 这几个都是不能抄底的啊 我们一看他的这个营业就知道 还有这个fly center啊 fly center就是旅行社旅行集团啊 跌了74% 那么OML呢 OML是户外广告商啊 跌了71% ECS呢是汽车租链啊 大家想现在谁出门 没有人出门对吧 所以说汽车租链服务也是下跌了65% 这个股价 那么他呢也不能买啊 为什么呢 因为汽车租链行业呢是需要现金流周转的啊 他那些车呀都是资产啊都是负债 资产同时也是负债 这个CCP呢之前给大家推荐过 但是呢在经济不好的时候 他的坏账违约率会飙升啊 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喜欢afterpay的原因之一啊 就是他的坏账率会是一个主要的考量因素啊 CCP是收债的啊 就帮afterpay这种公司收坏账的 那么osh呢就是石油天然气 我们知道石油公司股价肯定是暴跌的 58%下跌 那么GNC呢 这个是下跌57%啊 刚刚说的那个股物 但他的下跌不是跌幅啊 而是他配这个拆封了股票啊 所以说他其实没跌啊 那么urw呢是零售资产购物中心 我们看到啊 这里我给大家标出来啊 就是购物中心啊 所以说呢啊 这一类肯定啊 对吧 最近也是暴跌了56% 那么这个是底下的是jem是什么呢 是这个早教儿童早教啊 大家想一下现在都没钱了啊 吃饭都吃不起了 还有谁去让小孩去这个早教啊 对吧 自己个家看着 对吧 另外小孩出门也不安全 所以说呢 他的企业也是受到了职业影响 跌了55% 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啊 我们凭借这个基本的一个常识 就能够判断出来 这些公司的股价肯定是下跌的 另外呢 这个是ehl啊 是矿业提供矿业设备的啊 这家矿业设备啊 现在的矿产这么差啊 肯定是啊 亏钱的 对吧 他是卖设备的 大家想一下 矿企还好一点 并合并拖还好一点 为什么呢 他是有矿的 那你给这些矿企卖设备的 那不是更惨吗 哪一家矿企啊 现在去买设备 还能去扩大生产线 没有人去扩大生产线了 所以说这家公司的股票还得跌啊 因为他的设备卖不出去 还不如去挖矿的 对吧 你起码矿还有人要 这个设备现在是完全没有人要 那么WOR呢 这个是啊 什么呢 是提供这个金属啊 矿产一样的 跟刚刚那个啊 所以说这些公司全完蛋 那么再往下看啊 这是CHC 是地产啊 那么主要是写字楼超市零售中心和工业地产啊 所以说他也比较惨 对吧 超市啊 写字楼零售 这个刚刚说过了 QBE保险公司呢 跌的也很惨 47%啊 保险业务现在都很惨 为什么呢 天灾人火不断 那么IFL呢 这家金融公司主要是养老金投资房产啊 这个也非常惨啊 一样的 跟跟大家刚刚都说了 那么DOW是公用事业啊 如果我们要抄底的话 那么可以抄底这一类的公司的股票 就是他是公公共事业啊 或者是铁路啊 这种啊 设施啊 设施建设啊 或者高速公路啊 啊 那么整个集团的业务又比较分散 那么就是可以的啊 你看他的股价跌了46%啊 那么这种公司的话 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去抄底 因为他呢 在长周期啊 或者是在未来一到两年呢 如果是政府要搞基建项目 他的他这种公司呢 都会受到一定的利害 所以说我们看了这么多的公司 我们发现前面那些 我们都不能抄底啊 不管他跌多少 因为呢 他有可能破产 那么剩下的呢 我们就要去找一些 还能够值得我们去做一个中长期的投资 所以呢 那我们就啊 选选好这家公司 觉得还不错 我用不同的颜色标出来 那么如果我们在不停的选这个投资的标的的时候呢 标出来之后 我们再去研究这家公司啊 先看他是做什么的 然后呢 去看他的资产负债表 看他的先进流量表 看他的这个具体的行业 和他公司的这个产业 到底有没有利润空间啊 以及在未来有没有发展性 那么SWM呢 是报纸出版啊 报纸出版 广播电视啊 这个这个更完蛋啊 46%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传统媒体啊 现在呢 都不行啊 真正能投资什么呢 是美国的公司 为什么呢 像谷歌广告 YouTube广告啊 这个呃 奈飞啊 就是那个看电视的那个奈飞 美国上市公司 那些咱们是可以买的啊 现在都是新媒体 对吧 那么传统的媒体 现在我家有电视 我基本上不看啊 买了三四年了 我都没没打开 没打开过几次啊 都快落灰了啊 所以说呢 呃 电视或者传统的媒体 基本上呢 也不能碰 那么建材材料 建筑材料呢 这个呢 基本上是也不太能碰的啊 因为大家这个经济环境 新的开发商数量会减少啊 这个房地产开发商 也现在手里也没钱 那么Quantus呢 这个单而不倒啊 如果是为真倒闭了之后呢 剩的市场份额 不就他一个玩家 所以说这个呢 也是可以抄底的 应该股价有所小幅的反弹 啊 之前也讲过K线图 啊 我们之后还要看一下 他的K线图 那么MMS呢 这个呢 是车队管理和资产管理啊 车队融资服务啊 这个车 跟车有关的 咱说了啊 不能投 那么LLC呢 是什么呢 是国际化地产啊 也是地产 分为开发建设和投资 如果我们想要投地产的话 啊 建议大家不要投实物地产 除了大家自住啊 那么现在的话 这个选择的话 就还不如选择一些这个房产类的股票啊 去选什么样的股票呢 是啊 开发这个 house为主啊 或者是这个叫什么townhouse 这种为主的一些大的 那么公寓的地产项目 公寓的这种 我们就不要投了 因为公寓现在风险比较集中 啊 那么RWC呢 是商业供水控制系统啊 那么这种是可以买的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他的这个股价走势啊 为什么呢 他是控水控水控制系统啊 好了 我们再给他圈出来 所以呢 在通过我们的常识啊 大家去根据自己的常识结合啊 去选一些不错的股票标的 那我们就快快的看 像这个都是购物中心啊 地产购物中心等等的 我就不看了 那么往下我们再找什么样的 找这个没有下跌的 我们看一下这次的行情里面 没有下跌的啊 从这开始啊 这个是 RRL是黄金啊 黄金是这个 基本上没跌 对吧 COL呢 是什么呢 是cost 对吧 cost也没跌啊 cost的股价 基本上没怎么跌 啊 所以说呢 之前也跟大家说了 这个cost 在疫情期间 基本上不会跌啊 因为大家都去买东西了 一买囤好几个月的 所以说他反而是利好 那么XRO呢 是技术公司啊 就说好了 看到没看到了吧 这个没有下跌了 是有一家科技公司 对吧 XERO 电子商务啊 服务业高科技等这个软件 它的软件卖的很贵 啊 在澳洲还没有盗版啊 所以说挺好的 不用担心盗版的问题 那么再往下呢 是APA啊 天然气运输 基础设施建设 对吧 啊 刚刚也跟大家说了 基础设施建设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还有发电站啊 那么大家也可以考虑 呃 没有上涨的 或者是还在低谷的这一类基础设施建设的股票啊 只要他倒不了 那都可以 啊 ASX ASX 这个公司呢 就是澳大利亚争券交易所啊 啊 这个呢 我就 呃 不看他了 啊 这个 头不头都无所谓 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好啊 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怎么 为什么不是很好呢 因为他收费太贵了啊 他收 收这个 及时报价费啊 又收这个高昂的一个上市费交易费等等 啊 所以说不是很喜欢他 那么TJR是什么呢 是吃的啊 这个 塔斯玛尼亚生产的这个 这个生产商啊 就是吃的啊 所以说我们会发现 Cose 还有这家啊 吃的 那么最近表现都不错 疫情期间吧 啊 大家最担心的就是食物问题 还有这个呢 M1X是制药公司 对吧 我们想一下啊 那么最近制药公司股价上涨 没问题 啊 这个呢 是什么呢 啊 是金矿 对吧 铜和金矿 并带有大量黄金啊 看一下大量黄金啊 所以说金价涨了 那么黄金的股票 有很多也是上涨的 那么这个呢 ELD是什么呢 啊 大家看一下 农业对吧 农业公司的股票啊 羊毛 作物生长啊 对吧 这些啊 看他涨了2%啊 不错 没跌反而是涨了 所以说呢 我们要通过常识啊 这个TPJ是电信行业啊 那么再往下 FMJ呢 是这个啊 矿山啊 FMJ还是不错的 没怎么跌 因为背后呢 大家知道他提王时 是签了很多年的一个合同啊 现在应该还剩两年的合同 是跟中国签的 所以说他在最近的一两年 他不担心卖不出去啊 他已经合同已经外包了啊 已经是做好了 但是两年之后就不一定了 SIJ呢 是澳大利亚的药品啊 也是做药的啊 股价上涨 那么Blackmore呢 大家熟悉了啊 是保健品啊 最近不是说 吃各种保健品 有可能能够抵抗疫情吗 啊 那么在SAR呢 是什么 金矿啊 BJA是什么呢 是乳制品供应商啊 BJA是乳制品 那么是奶了奶闹啊 这些的啊 加工的这些乳制品啊 也是上涨的 也是跟食物有关啊 那么NXT呢 是软件服务公司啊 AST呢 是什么呢 是能源公司啊 是什么能源呢 是电力和天然气啊 不知道石油跌了 但是电力和天然气没跌啊 那么FPH是呼吸机啊 那么CNU呢 是基础设施建设 TN1呢 是软件啊 这个EVN呢 是矿衣矿山啊 这个黄金金矿 A2呢 是奶粉啊 Kogan呢 是这个电商啊 所以说呢 我们看到的现象啊 就是这几大类啊 IT技术科技类的 像Apx Apx 还有刚刚我们看到的几家软件公司上涨 对吧 没跌 那么乳制品 食物啊 和这个粮食 没跌 对不对 那么第三类呢 就是医疗啊 医药和呼吸机 没跌 对吧 那么在疫情期间 我们看到的 还有一个就是黄金啊 那么这四大类的公司的股票 其实在疫情前呢 或者疫情前期 我们就应该能够判断出来 那么他们啊 反而不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那么反观下跌幅度比较大的这些公司呢 都是什么呢 啊 商业地产 对吧 写字楼 地产公司 那么还有什么户外广告 呃 旅行社 航空公司 啊 还有汽车公司 那么这些呢 都是下跌幅度比较大的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就能够清楚的知道啊 在任何的军事长面前啊 不管发生任何的黑天鹅事件 我们都能够在第一时间去判断出来 哪一些股票市场啊 会有比较大的资金 在短期会青睐啊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啊 那么相信在下一次疫情 或者是不 最好不要下一次疫情了 下一次黑天鹅事件来的时候 我们能第一时间做出合理的判断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就是后面就快快的过一下 因为这个报告呢 说实话 呃 画得很好看 但是呢 对我们目前实际的投资策略 没有什么太直接的一个影响 因为大家也不投债券市场 对吧 啊 因为也知道了风险 那么股票市场呢 我们也刚刚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了 啊 几大类行业 那么受疫情如何影响 之后我们能抄底哪些股票啊 抄底下跌了的民生类的 基础设施建设类的啊 那么这些公司只要倒不了 未来呢 都会慢慢回复过来的啊 但是呢 那种有破产风险的 负债率高的 现金非常短缺的 不能投啊 卫星反转的 我们就不要追涨啊 卫星反转已经涨上去了嘛 啊 那么银行啊 铁矿石咱们要做好长期战斗的准备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呢 就是美国的失业率啊 最后一根线冲上去了 未来可能还要再涨 涨那么一两个星期啊 这个呢 就是啊 一些影响因素啊 那么这个呢 是这个balance sheet啊 就是资产负债表啊 所以现在的话又开始飙升 但其实还好啊 家庭的这个情况呢 其实呢 比07年08年要低很多啊 因为那个时候啊 大家在手里买房的太多了 就是房产太多了 不管你有 就是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后来看那个大空头的电影啊 有一个机构啊 做空的机构去采访啊 采访什么的采访房产中介啊 说我什么工 我什么工资都没有 我能不能贷款买房 中介说没问题 我帮你做一份假的证明 证明你有收入啊 这个现象在前几年的澳洲非常的明显 我认识一个人啊 不熟啊 只是知道这么个人啊 办了五张信用卡啊 可能套现了能有十万块钱澳币 那么拿这十万块钱澳币去买房啊 套现信用卡去买房啊 那么之后呢 哎 房子还真涨了 你想这种没有任何收入啊 纯靠信用卡不停的去套现的人都能买房啊 那么这个市场到底是有多大的泡沫 那么零七零八年就是那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大量的人啊 手里的负债太高了啊 一旦经济出现问题了就瞬间完蛋 但是今年不一样啊 大家手里的负债没有那么多 现金流还是比较正常的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投资标的啊 就不给大家说了 呃 这个呢 还是一个违约率啊 我们看到B和CCC啊 就是债券市场啊 BB以上呢 属于这个可以投资的 就是投资级别 B和CCC呢 都属于垃圾债券了 那么垃圾债券的违约率是相当高的啊 default rate 有已经高达75%了啊 那么未来呢 是加速增长的 这个呢 是非常风险高的啊 大家千万不要碰债券 呃 这个就不说了 没啥啊 这个是啥 呃 low earning 低收入的这个 这个也没啥 大家我相信华人都不在这个群体里面啊 或者说是大家有一定的资金实力 能够保证自己的生活开支 不受长期经济下滑的一个影响 啊 这也是我们华人的一个能力啊 就是在任何的经济或 疫情或者是其他困难的时候呢 我们都是能够保持自己的家庭 在合理的一个开支 呃 范围里面啊 不会像老外那种没有政府的补助 一个月 一周必须要给几百块钱才能生活下去 啊 大家还是要合理的理财 啊 理财是很重要的 财商我认为跟情商和智商应该是三商 并齐的啊 但是我们很多政府不希望大家学财商 因为学财商的话 你了解了更多的这个社会运营的规律嘛 就像我说的这个啊 像我在国内也有公司嘛 那你国内雇一个人啊 可能不需要太多技术含量的呢 可能就四千块五千块人民币 想要才一千多澳币 一千块钱澳币 那他能够创造出来的这个价值 那我们如果是利用好的话是很大的 所以说对于企业家来讲的话 他需要员工做的呢 就是很简单 你创造出价值 但是呢 对于我们既然都来到澳洲的人来讲的话 我们就不能黑天白天 没黑没没没夜的去干活 一定要有合理的 就是说了解这个游戏规则 那我们才能知道啊 那么现在的股价 什么东西他必须不能挡 那什么东西还有可能跌啊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真正的在长期资本市场里面 能够赚到钱 这个呢是数据呢 是两千五百万的中小企业 美国的啊 美国有三亿多的人口 那么疫情期间呢 他是有两万亿美元的刺激 并且现在还有可能继续回购啊 市场上的一些债券证券啊 相当于美人是发了六千块钱啊 所以说呢 这个规模还是很大的 我们看左下左下边这个图啊 左下边这个图是08年开始之后 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 是负债的那部分啊 就是08年的时候蹭啊 翻了一倍 从一个米脸变成了啊 两个米脸啊 这个应该不是米脸 应该是兆 从一兆变成两兆 然后呢 慢慢的又涨到了四兆 又翻了一倍 那么现在呢 又从好不容19年好了一点 降到了3.6兆啊 又翻了一倍 到现在的5.8兆 那么这么多的钱 这么多的负债 未来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那么右边呢 就是跟他同样增长的是什么呢 是巴菲特的手里的现金啊 就是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增加了多少 巴菲特的曲线 现金手里就增加多少 大家看这个走势啊 基本上是很相似的啊 涨跌涨大涨 然后美联储也是啊 所以说呢 我们手里啊 如果正常的话 我们的资金实力也是跟美国 美联储的这个增长差不多啊 但是相信大家都一样啊 没有增长这么多 所以呢 社会的财富到底到了哪里去呢呢 嗯 那么美联储在最近啊 这是15年到2020年 我们看到最后面两个月的时间啊 它就直线上涨了 它不是一个斜向上 而是数值垂直的线啊 就是美联储现在已经是6.66吹脸啊 到4月29号这个资产负债表里面购买这些资产啊 较资产其实呢 主要是债券啊 国债级别的和证券啊 和这个房产抵押债啊 跟当年07年08年是一样的 就是说那么多最后的那些烂账都去了哪里呢啊 美联储先给他薅过来 薅过来之后呢 房子慢慢涨上去 他再把钱赚回来 当年美国入住美这个房地美房里美的时候呢 啊不就是这样的吗 像很简单举个例子啊 中国有国家队 美国也有国家队 当股价极低的时候呢 公司濒临破产 但这一些公司不能让他破产的时候 那么这时候国家就会印钞啊 印钞机去买这家公司股票 那么当市场恢复的时候呢 就会涨上去嘛 那么就会把优质的资产卖掉 把股票卖掉 国家就赚钱了 所以说呢 也会有这样的一些主力操作啊 那么这个呢 就叫国家队 美联储有印钞机 就像吃多了的糖啊 很甜 但是对身体不好 所以说呢 未来的危机还是继续被推迟了 当我们孩子那一代 或者我们很多投资者 小孩已经大了 那我们孙子的那一代 或者是外孙啊 这一代人呢 面临的问题更严重 现在很多90后的现象就是啊 今年一千多万大学生毕业 海外留学生也好 中国的本土大学生也好 找不着工作 肯定找不着对吧 找着也是很少有好工作的 为什么呢 因为基本上不招人 今年那么这么严峻的一个形势 未来会更惨 所以说呢 我们的这些孩子 大家也要帮助他们 我们经历过07年 或者是经历过今年 那么之前有人经历过2000年的泡沫 每一次危机呢 但是呢 这一次完全不一样 那么之前我一直说 之前是有科技创造力 让整个社会形势 发生商业模式的颠覆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没有颠覆 汽车不需要 手机不需要 我刚买了华为 不需要 基本上没有 如果不是工作学校 我根本就不会换 因为我的iPhone已经用了四年了 还是很好用 所以说呢 大部分的这些商业上 或者科技上没有创新的话 我们的生产 是很难再发生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或者我们GDP很难有一个质的飞跃 现在的GDP都是怎么出来的 靠金融制造出来的 金融是什么 就是左手倒右手 对吧 这个就是金融的本质 它本身是不创造出财富的 它只是增加了财富的流动性 并且呢 时间加进去了 金融最大的魅力是负利 而负利呢 就是把时间叠加进去 所以才会有了借款 借贷的产生 就是你借未来的时间来 到现在来消费 或者来做投资 你相信是把未来的时间都偷回来了 也就是说 美联储等这种央行呢 它透支了整个社会的未来 所以说越到后面的人 我们的年轻一代 或者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 越到他们那个时候 他们的压力会越大 困难会越多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的财富 已经被今天的我们给透支掉了 这个呢 就是社会运行的一个核心的规则 以及最核心的内幕 我们是在透支未来 不然的话 你想啊 他印了那么多钱 那么其实呢 就是把未来的钱拿到现在来花 就这么简单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个如果在现在我们不做好一个长期战役的准备的话 那在未来的话 我们的生活还是有可能遭遇重大的一个风险 变故的 另外呢 我们的养老金也要注意一下 这个呢 就是目前我们在看到的一个现象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做投资啊 大家有赚有赔很正常 那么投资的标记产品 非常多商品 期货外汇 股票啊 指数等等等等 那么有一些呢 大家看到的 他是这个保本高收益理财啊 入金享受赠金 现在呢 澳洲政府是明令禁止我们任何公司 在澳洲技术公司以赠品和赠金的形式啊 去就是说 尤其是赠品是百分之百不能送了啊 赠金呢 还是有可能的啊 就是但是呢 不能基本上是不能扛损的那种赠金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是扛损啊 比方说有的公司呢 咱们投一万块钱啊 给了两千块钱的赠金 一万二 对吧 如果是咱们能把这一万二全赔没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你可以开俩户 对吧 各放一万块钱 你这边亏一万二 那边赚一万二 实际上你就相信是白赚两千 那么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也就证明了他的订单呢 没有扔到市场上去 当然了 没有扔到市场上去 不见得是一个坏事情 只是在合规面前 他是有可能会判定我们的交易啊 或者是中间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产生 啊 因为这样的话 公司呢 就是赚的就是投资者的钱啊 就是本金问题 所以说呢 就是相当是一个赌场了 而我们呢 如果是真正的能够做到投资者的话 要区分出来啊 这个市场是什么样的公司都有 那么金融背后呢 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这个是很正常的 另外呢 我们也可可能被交易所啊 通过合约的修改 或者被大的投行给收割掉 这个很正常 但是呢 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是怎么输掉的啊 怎么亏损呢 那么在未来呢 我们要合理的去避开 而不是说啊 今天听别人讲啊 就被带沟里了 对吧 他们说啊 是市场涨跌是这样的 那其实如果不是呢 如果不是因为我们自身的问题 那么这些外面的问题 我们要杜绝掉 另外呢 对于任何的呃推荐 包括我们的推荐 大家要保持一个独立的思考能力 我最喜欢的一类投资者呢 就是我们说他听听完之后 他有自己的想法 最后呢 他能够多挺啊 从不同的啊 包括其他的公司 或者其他的这个新闻媒体 来获得信息 最后得出一个综合 适合自己的一个独立判断 这个是最重要的 任何人说啊 都没用 必须是自己想 然后做出正确的决定 所以呢 这样的才能成长 还有邯单群啊 邯单的这个事情呢 在澳洲啊 中国都是违法的啊 这个呢 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啊 因为交易商和交易机构呢 如果真的准确率那么高 包括我们 如果是真的能做到95%这种准确率 大家都不用干活了 啊 我们的准确率 从历史数据来统计的话 比较高 可能60%多 接近70% 但是呢 一次黑天鹅 我们就死敲敲了 啊 就像这个石油这个事件 我今年最大的亏损和啊 基本上全部的亏损 基本都是来自于石油啊 其他的话 可以打平或者少赚 但是呢 这个不行 所以说呢 呃 哪怕像我们这样酒精沙场的 那么最后也会败在黑天鹅事件上 呃 正常的话 邯单的这个 为什么不合法呢 是因为 证监会认为 如果是有邯单的情况 会扰乱投资者的判断力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啊 会增加投资者的交易 呃 的一个判断 啊 千万不能说是 哎 我看到了这些可以做啊 大家比方说 GoMarket给我发了个短信 或者别人在群里喊了一个单啊 我就赶紧去做交易 这是不对的 一定要合理的去做判断 另外呢 没有止损的喊单都是流氓啊 你说啊 赚十个点 然后呢 不设止损 那当然了 你正确率是95% 但是错一次就满盘结束啊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明白 背后呢 我们一定要自己变得聪明一点 对自己的钱的爱惜一点 对待自己的钱 就像对待自己的恋人一样啊 要爱惜他 这样他才会爱我们 这个呢 就是韭菜的自我养成日记啊 经历了这么多天的一个自我反思呢 在黑天鹅事件面前 我也清楚的认识到自己的属于 第六条啊 也就是我交易了差不多七八年 那么才达到了第六层的这个情况 那么第一点就是很多新人啊 什么都听不懂 但是随便玩就赚钱了 我见过很多人一天晚上 可能赚个几万块非常开心 结果这种情况往往持续不了几天 然后呢 就连本代理都回去了 就吐回去了 就靠运气赚的钱 靠实力输回去 第二个呢 就是听风就是雨 普遍亏钱 比方说现在有很多客户就说 这个做什么都亏 很难受 肯定啊 去上个月和上上个月 三月四月就是做什么都亏什么啊 除了做奥牛还能赚点钱啊 80%的产品怎么做都亏 来回打上下走啊 找不着方向 这个呢 是跟市场行情是有关的 不然的话 投行怎么赚钱呢 金融本身就是一个零和游戏 你知道的技术分析 别人不知道吗 你知道点位 别人不知道吗 他们不根据这个点位来打掉我们的止损 那他赚谁的钱呢 所以说呢 呃 我们要多想一步的 就是千万不能听风就是雨 投行说什么 我们参考一下 我们说什么 你们也参考一下 任何人说的话 我们都要独立判断的能力 这是最重要 第三点呢 就是当我们发现 我们想要钻研的时候呢 我们往往去看的是技术分析 那么这个时候会发现 技术分析其实准确率是50% 跟赌大小是一个准确率 原因也很简单 如果真的有一个技术分析能够实现60%以上的盈利的话 那全世界都不用干活了 大家都用这一个技术分析就可以了 所以呢 技术分析我从来不认为是一个核心的能够帮助我们去赚钱的一个方法 但是他能辅助我们去判断一个行情 能让我们通过资金管理去增加我们的胜率 第四个呢 就是怀疑市场 怀疑人生 这个我见的也多了 尤其是在最近上个月啊 做石油的人啊 包括我自己怀疑人生了啊 我宁愿不见证历史 我也不想交这么多学费 这个呢 就是新生啊 所以说呢 当我们产生了怀疑的时候啊 怀疑市场 怀疑我们 怀疑购买 怀疑自己 这是很正常的 这是正确的 我们不产生怀疑一直是盲目自信的话 我们迟早会摔一个大跟头的 当我们有了怀疑精神 我们亏钱了 我们才想真正的弄明白这个市场的规则到底是什么 我们懂了这个产品到底什么是仓储费 为什么外汇有仓储费 为什么黄金也有 为什么有的仓储费是正的 有的是负的 我们都搞明白之后呢 我们在做投资 我们就知道这个产品我们能拿多久啊 我如果是他的仓储费啊 那么高 那我当时就避开不做 我就去找好的适合我的 如果是长线投资者的话 我就要考虑这么多 如果是短线投资者的话 我就要考虑到短期有什么是对这个事件 或者这个产品有产生影响的啊 新闻或者是哪些指标 哪些啊数据 所以呢 只有怀疑了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进步 并且呢 怀疑会颠覆我们之前的认知 之前我们认为石油不能到负数 结果期货真的是产生了负数 就是黑天鹅啊 当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黑天鹅的时候 我们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 那么这一次狠狠打脸了 也是让我们真正的成长起来了 那么第五呢 就是回炉重造就是我们现在都经历了三月四月的事件 那么到现在股市基本上平稳了 三个种类的股票都走出来了 V型反转继续下行 L型走势 那么外汇市场上澳牛已经回到了解放前 啊就是不是也不算解放前啊 就是胜利之前啊就回归了 那么其他产品呢 像欧元一直在缓慢下跌 也符合欧洲的一个疫情形势 美元呢继续充100美金也是符合了世界人民 对经济形势的不看好认为美元是有一定避险能力的 那么石油呢也是合理的回升了一点点 那么这些呢就是让我们有足够的一个心态 平和的心态来做下来啊 大家再重新听网课啊 互相沟通一下想法和意见 然后呢回顾自己过去两个月犯的错误 相信在过去两个月很多人犯错误 在过去的两个月我是基本上是不动的啊 因为我认为在那个时候那个节点我做一次错一次 我干脆就不动 那么到现在我才开始动 是因为我认为市场部分的情况已经是恢复了一个相对正常的水平 而不会说是完全没有规律的一个走势 那么就是复读生了啊 第六个呢就是盈亏平衡 其实呢在之前我是能够做到赚钱啊 但是这次市有基本上是亏的一塌糊涂 那么预见黑天鹅是惨败的 这个呢就是两种交易思路啊 有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这是不是一场黑天鹅啊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就是资金管理啊 我们如果是不确定的话 我们就靠时间 你等他一个月 我们现在大家最不缺的是时间 最缺的是钱 所以你千万不能拿你最缺的钱去换时间 而是要拿你最不缺的时间来换钱 懂了吗 拿这个东西 我们反而用更长的一个时间周期 能够一直去观察他 这样的话 我们一直持有他 观察他 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去准备 当我们有一天准备好了 我们再加大筹码 去做有把握的事情 第七呢就是稳中求胜 踏踏实实的 该写日记写日记 我们这个呢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没有任何一个操盘手啊 是好的操盘手是不写日记的啊 交易日记是一定要写的 那么哪怕我们一周写一次 总结一下 而不是说有的时候呢 你每次假设啊 我们是冲动犯错 比方说定了时间久了 我就想开一单 为什么开呢 我不知道 我就是想开一单 那么这种时候我就写下来啊 这周我写下来 我大概有几次犯了这样的错误 那你写一个周 写两个周 写三个周 写四个星期 写五个星期 那基本到六 第六个星期的时候 这个错误就不会再犯了 所以呢 这些方法和小技巧 就是分享给大家经验 那么第八点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同事啊 沙发果断 顺大事而大为 什么意思呢 他在七千点的时候 空了一百手指数 澳洲股指 那么赚了十几万 那么还有做空澳元啊 从去年就开始做空到现在啊 到零点零点五几的时候平掉了啊 又赚了接近十万 所以说呢 他没有很多钱 但今年呢 黑天鹅事件 让他赚了二十万 差不多啊 这是身边很真实一个案例 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到呢 因为我们知道他会下跌 我们知道他的走势会如何 但是呢 我们没有去做啊 或者是我们抱有侥幸心理 这都是不对的 当我们知道了啊 这个市场的游戏规则 把自己整明白了啊 自己的性格整明白了 资金管理做好 那我们就是要杀伐果断 该怎样就怎样 那么作为一个合格的投资交易者呢 我们要是极致的冷淡主义 和精致的极简主义啊 就是右下角这个图啊 大脑放空啊 不要有那么多的欲望 不要那么贪婪 不要那么恐惧 就是简简单单的 那么交易钱需要做的什么事情呢 第一 设定时间周期 也就是说我们要做股票 这个股票我想持有多久 我一定要清楚 这个外汇 这个黄金 我是持有多久 我是持有一年啊 一年我觉得能涨到1800美金 但是一个星期 我觉得也就是涨到1720美金 就行了啊 所以说呢 时间周期很重要 第二呢 看新闻啊 今天的新闻有没有看 没看新闻就下单啊 那不是在赌场闭着眼睛赌大小吗 第三个呢 就是综合判断宏观因素啊 新闻 拿到手里了 我还要去研究一下宏观 就是央行怎么怎么想 政府怎么想啊 企业家怎么想 上市公司老总怎么想啊 搞明白他们是怎么想的 很简单 我们就是让他们的利益最大化啊 所有在权者当政者或者掌权者或者是这个制定规则的人都是希望在不扰乱市场的情况下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包括特朗普就是这样的人 他宁 但是他比较例外 他是宁愿扰乱市场也要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啊 所以说呢 我们判断他下一步的行为是能够预测出来的 那么之后呢 就是判断技术分析啊 技术分析是作为其中的一个指标 那么我们判断一下到底是符合上涨周期还是下跌周期还是横盘 那么设置止盈止损也是必须的 在交易前我们需要给自己定好止盈止损 而不是说交易的时候我来回定来回变 这是不对的啊 你可以变 但是一定要有目的的有方向的有计划的 最后一个呢 就确定下单的数量 确定下单的数量呢 就是很简单 到底是下一手还是五手还是十手还是零点一手啊 这个呢 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资金情况 今天晚上的数据呢 是由美国方面比较重要的失业金人数啊 说重要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 跟预期我认为是差不了太多的 因为上个月呢 已经是给出了足够的一个预期和准备 那么这个呢 就是四月份 一个企业裁员人数啊 非常惨 基本上是创了一个记录的新高 那么我相信澳洲失业率也会达到两位数啊 达到两位数 大家要感激啊 如果还在工作 或者是还有自己的生意在做 没有裁员的话啊 都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啊 真正的危机来的时候呢 我们才会发现努力也是很重要的 平时工作的态度也是很重要的啊 那么失业金人数呢 在这周呢 也会比较高啊 但是呢 是稳步下降的啊 大家看一下刚刚的预期呢 是300啊 4月25号是383啊 所以说呢 如果是低于383的话 那么美元呢 就不会有太大的反应 如果是高于383 非美就会大幅反弹啊 这个事业金人数啊 如果是高于383 非美会大幅反弹啊 因为美国市场不好 如果在预期内的话就无所谓了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六点我们需要做的啊 那再看一下这个技术分析啊 技术分析比较简单 它就是区间还是单边啊 区间呢 就是上下震荡 单边呢 就是趋势形成啊 分别有不同的技术指标 CCI RSI 布林带是区间交易 单边的是MACD和均线啊 代入估比均线 其实不用特别多啊 主要是你用好了一到两个 判断出来态势就行 那么下单的数量呢 就是用倒推法 以止损经责来计算 比方说 我认识的一家机构啊 总部在伦敦 他们的每一位交易员的手里 都握着1000万澳币的一个资金量 单比止损是0.25% 啊 非常少啊 对于1000万的资本来讲的话 他需要亏多少次才会亏完本金啊 他需要亏连续亏400次啊 亏400次才会亏完本金 400次啊 那如果是1万块钱呢 我们每次是亏多少钱止损呢 啊 大家去算一下 所以说呢 千万不要啊 我一笔交易啊 我们以前的话 都是当天晚上可能上下波动都几万 十几万的波动啊 太刺激了 不好掉头发啊 所以说呢 为了不影响大家的休息和睡眠时间呢 我建议大家也要设置严格的一个止损 对于非常期投资的一些产品来讲的话 设置止损 对于如果说我们想要长期投资的话 那么就设置好时间投资周期啊 然后呢 根据自己的本金情况来判断 那么上面呢 就是感谢大家了啊 我们这个茁壮成长啊 其他的行业都不景气的时候 金融行业还是在稳定发展 既是好事情又不是好事情啊 本质上来讲的话 我内心还是希望制造也能够反打一些 翻话一些 有人说没声音 现在应该是有声音了吧 民生类未来的涨势会怎么样 涨我觉得没问题 但是涨势怎么样 这个很难说啊 这个又不是我决定的 要是我有钱的话 我就一直拉这个股票 所以说呢 这个民生类的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有人说钱赚的太难了 这钱好赚的能是我们赚的钱吗 什么人赚钱容易啊 对吧 有社会资源 有社会背景的人 我们的话只能靠这个努力来赚钱 对吧 波音的股票可以考虑吗 波音的话 其实是有美国政府的一个强力知识 跟这个quantus比较类似啊 但是如果是做一个长周期的投资来讲的话 我不建议 因为世界的这个航空业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另外呢 倒闭的航空公司也会影响未来对波音公司的订单 订单数量会大幅降低 另外波音之前出过几次丑闻 虽然有美国政府背书 但是呢 波音本身呢 也面临面临着空客的挑战 稀土还会不会涨 稀土的话 应该还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啊 因为稀土的话 作为这个原材料 对于科技企业的支持还是比较高的 要看这个 研究报告的话 跟我们的小助手要一下就行 这个都没有问题的 另外afterpay和zip会不会涨 其实呢 这个短期的炒作比较明显啊 我们都知道afterpay 为什么我不怕 因为背后的资本太雄厚了 这个美国和中国的资本太多了 他们经常是 你看啊 从三四十跌到八块钱 又从八块钱拉到四十 太夸张了 背后他们是这么玩的 他们是做期权的 比方说到七日之前呢 他们会拿大量资金去拉升这个股票 有操纵市场的嫌疑啊 跟做石油是一样的 所以说呢 赚的多 亏的可能也多啊 波动率跟石油差不多 背后都是美国大佬 在玩 银行股现在抄底吗 呃银行股的话 我进了一点点啊 但我觉得不到很好的时候 可能再往下跌10% 我还会再进 就是整体上来讲的话 他的资产规模啊 是跌到了一定的底部 但是呢 没有到大涨的时候 黄金还会持续降好吗 其实我认为还是会的 但是呢 现在央行已经开始抛了 就像之前的话 啊 机构没钱了 就把黄金给抛了吗 现在央行没钱了 有的央行也开始抛黄金 如果这一波黄金抛完之后 那么之后没有空空头了 呃 黄金应该还会继续上涨 那个时候可能就会快速上涨 现在的话 应该是还会震荡整理 没有太大的一个趋势 A2会卫星反转吗 A2的话好像没有跌太多吧 呃 雷神的会涨 呃 这个不太清楚 5G了 对 听说又要替代5G 呃 特斯拉 呃 呃 卫星WiFi 替代5G 呃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 有人说有一些技术会替代5G 呃 这个呢 我们要关注 因为一个新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 不会那么容易得到政府的支持 包括5G 呃 像澳洲政府甚至都有的时候反对5G的建设 呃 所以说呢 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看啊 政客不一定是那么激进的 他如果是保守的话 他会把住当代的一个当下的重心放在其他的行业上 所以说5G呢 我们可以关注啊 中国的5G概念倒是很好 因为政府支持 呃 双MAPS可以继续买吗 呃 这个 我不喜欢追涨啊 我我是不喜欢追涨的一个人 然后双线MACD的话 就是我现在用的呢 就是双线MACD 我们看一下这个 啊 这个比方说欧元啊 我用的是两个指标 然后一个呢就是代入固比均线 我们看到的15分钟 他其实是一个下降的通道啊 但实际上的话 我们做交易的时候不一定会严格按照这个走啊 呃 但他参考性非常大啊 然后底下这个MACD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啊 他其实呢 一直也是在底下啊 这个0.000下方 所以呢 他也是一个空啊 做空的一个态势 双线MACD的是在哪看的呢 就是在market里面 market里面呢 就是MT4MT5软件都有 然后呢 我们在后边输入 MACD 好了 那么这些呢 都是MACD的一些啊 一些这叫什么 就是啊 软件吧 或者小插件 那么我们要找的话 是我这个叫啥来着 有一个traditional 那我们去找有免费的就行 啊 我们看一下左边的这个就是traditional MACD 就是free的 免费的啊 如果我们觉得他这个免费的用的不是很好的话 可以用其他的一些付费的 包括这个后面还有免费的啊 都有 大家可以在市场里面 找啊 都是免费的 看看这一排都是免费的啊 第二排也是免费的 找到适合自己的MACD就行 指标的话太多了 为什么我不喜欢用呢 因为我一打开这个呢 就会看到一堆指标啊 成千上万的指标 对吧 往下都拖不 都这么多花花绿绿的 所以说呢 选择自己适合的就可以了 今天晚上的时间比较耽误 大家时间比较久啊 再简单的看一下有没有 好了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还有WTC啊 这些都是科技股啊 一LD这只什么时候进厂啊不太懂啊 就是一LD的话啊这种公司 这个是BAP黄金啊黄金的话有跌到过168几的时候都是可以作为中长线投资者可以进厂的位置 因为啊今天邮件里应该也许给大家发了168几的话支撑还是比较强的 就是底下还是有很大买盘的 那么这个呢就是刚刚这个投资者问的ELD ELD的话这个价格 这个已经是反转了很高啊 如果是大家做股票的话这个带入股比均线还是很好用的 就是参考一下 你看他从1月份就已经开始 然后到上涨到3月份的话 他是回踩了一下7块钱的这个均线 然后又上去了 我们的话如果是买涨的话 基本上是严格的按照这个带入股比均线 踩线然后买入啊 或者突破这个均线买入就可以了 相对准确率确实比较高啊 看这个黑线 他突破了确实是回踩之后就上去了啊 从准确率上来讲的话 他比MACD的准确率要稍微高一点 并且呢判断要往前啊 就是MACD有点之后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儿 非常感谢大家 明天就是周五了 后天又是周末了 下周澳洲就正式开始开放了啊 大家还是要注意保护自己的安全啊 好了感谢大家